朋友们欢迎回来 众所周知 我做一期教学影片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导致有很多好用的AI应用工具都没来得及讲 市面上确实有太多的鱼龙混杂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7款免费好用的AI工具 它们都是立即就可以使用的 先给我点点关注 马上带你上车 Mojo是一个社交媒体编辑工具 有很多模板和功能操作丝滑 在欧美市场很受欢迎 有苹果版和安卓版 我要介绍的是它的一个独特的功能AI Review 现在是测试版 目前是免费的 在主页点击这个AI Review Beta 就可以来到这个功能界面 这个工具的亮点是 它能够创造出很亮眼的遍体动画 让你的logo或者头像 以一种很酷的方式逐渐呈现 这是AI Review的强项所在 我已经测试过了 用我之前我的样子生成的一个艺术风格的头像 结果让我非常惊喜 AI生成的遍体动画 每一种都展现出了流畅的过渡效果 最终呈现出完整的图像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上传你的图像 把它拖放到指定区域 点Use Image使用图像 这里有很多遍体动画风格 选择你喜欢的 剩下的工作就交给AI好了 通过我展示的这些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工具的强大的地方 AI完成了动画制作 你就可以下载你喜欢的版本 这些动画非常适合用于社交媒体 比如抖音 小红书 TikTok Instagram 或者作为开头结尾转场等等动态元素 繁琐的动画制作过程已经被AI解决了 其他用法就是发挥你的创意了 接下来介绍的是一个名字叫 GenType的AI工具 它来自Google实验室团队 Google实验室里有很多实验性的AI工具 根据我的使用体验来说 GenType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创新工具允许用户利用任何材料 或者物体来创建独特的字母表 我尝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我喜欢吃巧克力蛋糕 所以我就让AI用巧克力蛋糕来制作字母表 在这里输入提示词 带僵国的巧克力蛋糕 3D渲染 了看图 高清 然后点击Junaway生成按钮 等了一会儿 结果让我非常意外 它成功的创造了从A到Z的完整字母表 仔细观察每一个字母 都巧妙的利用了巧克力蛋糕 看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 不但保持了可读性 还有非常独特的设计美感 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可以把它们全部下载下来 方便以后使用 为了再进一步展示这个工具的多样性 我还尝试了另一个例子 点击一下Gallery 这里有非常多的风格 我选择用飘虫来制作字母表 结果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AI精确的理解将绿叶作为背景 同时把焦点集中在由飘虫巧妙站位而成的字母上 有一种视觉的美感 如果你对某个特定字母的设计不满意 比如这块蛋糕一点都不像W 只需要点击它 然后选择regenerate重新生成选项 AI会帮你创建一个全新的版本 这个就不错 结果满意的话可以点击download下载下来 总的来说它看上去简单 其实Gemtype可以用于各种设计项目 从品牌标识到教育材料再到艺术创作 Google这个实验性工具为创意设计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Google还推出了另一个厉害的AI产品 音乐效果生成器 我最近几天一直在体验这个工具 发现它很不错 独特的地方在于它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DJ 不需要掌握复杂的音频制作软体或者DJ设备 使用这个工具也非常简单 来到这个网页 点击右上角home按钮 然后选择musicfs 你只需要输入提示词 描述你想要的音乐风格或者氛围 AI就会为你生成相应的音乐 用英文描述AI会理解的更好一点 比如我尝试创作一段音乐 我输入晚餐派对上的灵魂爵士乐 包含了音乐风格和场景氛围 点击generate生成按钮后 AI很快就生成出了两个版本的音乐片段 我们仔细听听音乐的质量怎么样 第一个版本的 再来看看第二个版本 生成的质量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另一个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可定之性 你可以通过调整提示词来进一步完善你的音乐作品 一些关键词它会形成标签 点开它可以进行更改 Jazz我改成classical古典乐 然后Dinner Party我改成concert hall音乐厅 你还可以指定乐器 比如我输入爵士鼓和钢琴 甚至你还可以混合不同的情感元素 比如激情的振奋人心的 AI会尝试融合这些元素 为你创作出独特的音乐作品 点击generate视听一下 在这个页面的顶部 你会发现一个DJ mode按钮 DJ模式 这个功能进一步增强了它的灵活性 点击一下它 在DJ模式下有一些滑块 你可以调整不同元素的比重 比如如果你想在作品里面 突出instatural工业摇滚风格 你可以调整滑块把它调大 这种灵活性能够精确控制你的音乐创作 这些元素可以随意增加或者删除 比如我增加一个RMB元素 比重调到最大 试听一下 无论你是专业音乐人还是音乐的爱好者 都能轻松创作出独特的音乐作品 这个工具为音乐创作带来了新的维度 也展示了AI在创业领域的潜力 Luma发布的G Machine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强大的AI模型 你一定要看看了 G Machine本质上是一个文本转视频 或者图像转视频的AI工具 你可以输入文字描述 或者上传现有的图片 AI就会转化为生动的视频片段 许多专家就认为了 G Machine实际OpenAI的SORA之后 最出色的AI视频生成工具 考虑到SORA目前还没有向公众开放 Luma的G Machine 在文本转视频和图像转视频的领域 可以说是市面上最好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些特别的例子 先说图像转视频 这是一个墨镜女人的静态图像 Luma可以生成新的人物和剧情 而且还是一镜到底的 生成的视频场景非常逼真 你可以看到人物走过来的时候 墙壁和地面上的倒影细节 动作也非常自然 这是通过Luma文本转视频生成的 提示词是一位老太太在水下大笑 穿着潜水服 她的表情平静幸福 身转的结果非常不错 尽管是存在有一些细微的瑕疵 但总的来说 AI很好的保持了面部特征的一致性 无论是老太太的眼睛眨动还是嘴巴抖动 细节做得很到位 可以以假乱针的程度了 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但整体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K-Frames关键针 开始针是虚幻背景中的一个牛头人 结束针是森林里长出翅膀的一个巫女 从牛头人变身成为了巫女 整个变化过程相当酷炫 还有埃菲尔铁塔的白天到黑夜 展示了AI在细节处理方面的能力 观察它云朵人流和车流的变化 还有镜头的运动效果非常惊艳 如果你想尝试使用Numa的Dream Machine 操作非常简单 来到他们的网站 点击右上角的Try Now 立即尝试按钮 来到这个页面看到一个输入栏 输入你的提示词 或者点击最左侧的这个小按钮 上传你的图像 点击最右边的提交按钮 AI就会生成视频 提醒一下大家 免费计划每个月只提供30次的生成机会 因为需求量大 每天只能生成4次 而且是需要排队的 付费用户没有等待时间 也没有每天限制 但是考虑到它的算力成本 这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AI工具 名字就叫 Magic Time 魔法时间 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制作 延时视频 仅仅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 虽然界面看起来比其他工具要简陋 但其实它的功能很强大 Magic Time 是可以创建各种有趣的延时效果视频 比如花盛开的延时视频 它捕捉了花从花苞代仿到盛开的整个过程 还有豆芽从种子生长到成熟的过程 把通常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自然现象压缩成短短的几秒钟 让观众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奇变化 而且动漫风格也是可以的 里面的一个例子展示了面包烘焙的过程 通过延时视频 我们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看到面包从生面团变成金黄酥脆的成品 这种视觉效果不仅非常有趣 还可以应用在烹饪教学或者美食广告中 它还可以创建类似于我的世界风格的建筑延时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一座房子从地级开始 竹块竹层的建造起来 直到完成整个建筑 这种效果不仅仅能用在游戏开发和动画制作上 还可以用在建筑设计展示和教育的领域 当然也非常适合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了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模型 不同的模型会生成不同的结果 比如第一个是卡通风格 第二个是真实风格 接下来在这个prom输入框里面输入提示词 可以描述一下延时变化的整个过程 然后否定提示词这里已经默认填好了一些 可以根据生成的结果再来调整 接下来点开advance 这里是生成尺寸宽和高 然后seed是种字号 复一的意思是随机生成 其实作者也贴心的准备了一些提示词的范例 比如这个用的是真实风格的模型 这里提示词的意思是 樱花从闭合的花蕾过渡到盛开的高峰期 这一个过程经历了牙膨胀 花瓣暴露和逐渐开放的阶段 最终以完全盛开花朵和充满活力的展示 达到高峰 然后这是seed的种字号 我就按这些信息全部填好 OK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点击转的尾生成按钮 就能看到AI开始处理你的请求 OK结果出来了 樱花从花蕾逐渐绽放到盛开的状态 整个过程效果非常惊艳 这个模型将复杂的延时拍摄视频制作过程简化了 应该会有非常多的用途 这个AI工具叫Color Magic 又来了一个魔法 色彩魔法 AI可以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绝佳的调色板 简单又实用的一个功能 只需要点击create palette创建调色板按钮 然后输入一些关键词来描述你希望看到的颜色方案 AI就会为你生成相应的调色板 并且提供多个选项和建议 比如你要举办一个关于儿童绘画展览的活动 你可以输入children painting这些关键词 然后点击journerate生成按钮 几秒钟后 AI会为你提供第一个调色方案 如果你对结果不满意 可以点击rejournerate重新生成按钮再次尝试 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调色方案 选定调色方案之后 无论是品牌标识设计网站还是实体店铺 你都可以清晰的向设计师传达你期望的视觉风格 他们就能够将这个调色方案应用到你想要的任何设计里面 这个AI工具叫logofast 就像起的名字一样快速标志生成器 它能让你迅速创建专业的logo标志 如果你正在打造一个新的品牌 希望快速制作一个吸引眼球的logo标志 但是又不想亲自或者请人去设计 那么这个工具就是你的不二之选了 它采用了AI技术 只需要描述你的业务性质 AI就能为你创建出独特的logo标志 比如假设我正在开发一款关于AI生成影片的APP应用 我会输入这个信息App Application for AI Generative Videos 然后点击Ask AI 仅仅需要几秒钟 AI会根据描述自动生成多个创意方案 如果勾选这个Fill Icons 图标就会变成填充式的 这些logo标志会巧妙运用图标元素 并且根据特定的配色方案和美学原则进行设计 如果你对生成的结果不满意 还可以进行多轮优化 这些设计看起来都很出色 这个小机器人头的就很不错 点击它 在这个页面可以对它进行再次编辑 比如调整logo标志的大小 旋转角度 更改边框宽度 调整边框颜色 内部填充颜色 还有背景颜色和样式等等 OK 经过我的改版 现在这个设计就很nice 除了使用AI生成的设计 你还可以创建自定的图标 点击左上角这个icon按钮 这里有超级多的预设图标 通过浏览图标库 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图标 还支持搜索栏搜索 我选择这个版 然后就可以进行各种自定操作 旋转一下修改一下背景颜色 觉得OK的话 只需要点击download下载按钮 就可以保存为PNG或者SVG格式 这样你就能用非常短的时间 很轻松的快速设计 创建出专业的logo标志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推荐的7款免费 并且功能强大的AI工具 本来只是想简单介绍 没想到讲了那么多 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你想要看的内容了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